好 那接著要請教建民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在宜蘭這邊有很多好亞郎 那有些人看起來很低調 住的也是普通的這樣的房子而已 可是有一些人 他竟然買股票的時候 一次就可以上億元出生 對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當營業員 那其實他常常就在那邊跟我講 叫我幫他介紹一些客戶 給他住業績 那剛好我記得那一年 剛好中秋節快到 那這個大姐 我這個大姐住在壯圍 那我就剛好拜託這個營業員說 那不然我麻煩你幫我送這個禮 有沒有 送月餅送去給這個大姐 他就真的找到了這個地址 他從這個機設裡面巷子進去 到了後巷 就看到了一個一棟透天的那種 白鐘就對了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幫你簽這個線 那至於你要介紹什麼股票 給這個姐姐 他要不要跟你買 那就取決在於他 後來他就跟他介紹 他就說我是小陳的朋友 我在做營業員 然後就講講講 他說小陳有沒有跟你說 我是我今天來 順便要跟你介紹一些 不錯的股票或者一些基金 所以後來他們就交談完了 交談完以後 後來你也幫我送到了 後來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你這個姐姐 怎麼家裡看起來 好像也就是很普通啊 就是一般的一般的 套天而已 他說買股票 買太多了 買真糙嗎 我說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知道說 他有經濟的能力 可以買很多啦 但是他到底 會不會跟你買多 我不知道 對 所以後來我說 那至於你們也不用透過 你們就自己有留下聯絡方式嘛 所以後來週一 八點四十五 他就準時打給這個大姐就對了 後來這個大姐就跟他講說 你跟我報的這些有沒有 我全部都跟你買十張 對 你就全部都幫我下十張就對了 哪一款都十張就對了 對 你跟我介紹的這十張檔 因為六七檔是金融股 還有兩三檔是生技股啦 電子股啦 他就全部都跟他買 然後後來這個 這個營業員當下就心裡在那邊想說 真的被我猜對了 哪有多有錢 全部都各買十張而已 覺得還好而已 對 所以後來 但是他還是都要幫他下單 都有幫他下單成功 然後順利的跟客戶回報 後來過了一週有沒有 這個姐姐啊 自己主動打給這個音樂員 他打給他 他跟他講說 他說那誰誰 那那個你上次幫我買的 那些股票有沒有 我跟你說 我跟我老公討論過了 這六七檔的那個金融股啦 我們覺得說可以長期擺著 那剛好適合我們半退休的狀態 那你幫我這六七檔有沒有 全部都幫我各買一千張 這個音樂員當下聽到 他說大姐 一千張是一百萬股 你是要買一千張 還是一千股 小歲有沒有聽錯 對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Lange那個落差太大嘛 你可能是要追加各買一張嘛 所以後來他就跟他講說 我懂這些啦 一千張就一百萬股 你就去幫我 你就幫我各買一千張 然後其他的那些生技店子有沒有 各買兩百張啦 他當下 這個營業員當下覺得說 這個一定有問題 因為再加上他的額度 到底能不能下單這麼多 也不知道 去請示著他們協理 然後協理去查一下 他的額度沒有問題啊 然後來看一下是誰 原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大姐啦 是他們以前的老客人 只是後來不知道 為什麼把股票全部都出新掉 所以他就跟他講說 那他的他的額度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營業員 他還是很擔心 他很擔心說 到了交割日那一天有沒有 如果沒辦法順利交割 違約交割事情就麻煩了 到交割日那一天也是順利的交割 他這些股票加一加 將近一億多啊 對 那後來後來這個營業員才知道說 人真的不能貌不可貌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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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